大概就是得有三四个月了 把我买了一块新疆土肥皂 它还正是从新疆寄过来的好神奇 我以为这个新疆土肥皂只是一个名字呢 然后它这几个月期间就大概就没找没没法没吧 它是那个碱吸出来了应该是就成这种形态吧 也没有那么臭了 一开始是很臭的 这次呢我先用水把它泡成那种乳液 然后呢我再去混泥 它现在的身体已经有变化了 有变化 有变化了 小酒窝唱节目 是你最美的剧痕 然后就泡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形态非常优雅 像一个烂土豆公主 它旁边这些渣渣还是那种细颗粒状的 这是看上去非常的圣人 不过还好吧 就是那种非常原始的肥皂的颜色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取出来 它没有完全泡透 然后呢我们就取上面泡开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非常小心的搓它 因为它太滑了表面 我非常担心一不小心 直接打到我头上把我给打倒 它这样看里面这个芯有点像那种绿豆糕的夹芯 我一直以为那个 之前那个土椅子 臭椅子和这个新疆肥皂是一回事啊 我送了送不是的 之前说的那种椅子呢 是北方用猪的一线 加上一些皂角做出来的那种土肥皂 新疆土肥皂呢是用洋味油做的 中国是在魏晋时期就开始做这个椅子了 就是用猪一线捣碎捣成糊糊 然后再加上一些草木灰啊之类的 然后把它做成这种可以去污的 洗衣服的洗头洗澡的一种东西 太神奇了 我这个肥皂的量加的有点多了 然后它就是跟这个泥融合不到一起去 加一点点成形水反应就特别大 然后中途又反了几次干油之后 它还是非常的硬 因为它总是在软硬之间反复横跳 我把握不好这个度 我就只好把它放到一旁 让它再继续发酵了 现在就是说整个就跟一个大肥皂块一样 鲤鱼摆尾都摆不动了 然后一些没能和胶石融在一起的肥皂颗粒 就镶嵌在里面星星点点的 事情来到了第二天 我刚才去核了一村 哎呀这是深清气爽 地隔方圆 脚地板都展开了 这个勉强成形了 但是它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新型质感吧 能用牛头和茂木做出这么垃圾的泥来 全网找不到第二个人 我很自豪 是一种自负加自豪 然后它就是整个非常吸手指 像黑洞一样 万物都可以吸的那种 你要非常尽力的 去大力的揉捏它 它表面上才会稍微那么缓和一点 有一点从容有一点不破 不然的话它整体真是粘到 没有办法玩 像蜗牛圆液一样 特别的粘 天哪 这让谁谁敢相信 这是牛头和茂木做出来的胶啊 像那种 像那种就是 就是练完的这个猪油还没有凝固的那种感觉 竟然还可以搭泡 天哪 这也是一款全能泥 全能泥 全都不是很能的那种泥 叫全能泥 盒里一酸回来 它这个就是散发着一股面团过度发酵的味道 有一点酸味 然后呢又撒了点碱面 还有一点碱味 整个质地就是非常的神奇 感觉有点像就是在烤那个饼 就是之前看那个美食视频 整一口铁锅往上面弄饼的时候 或者那个面糊一样 整体的手感非常的润泽 膏感很重 像一块小油膏一样 这个土肥道的味道不得不说 真的是太冲了 它有一股很大的那种 动物身上的那种味道 好歹能玩那就不算翻车 我感觉我被诅咒了 最近坐的好多人都翻车了 我个人判断 它只要能凝固成一个整体 且有拉伸性 就是看上去像史莱姆 那就不叫做翻车 所以今天是一次 成功的尝试 朋友们咱们都知道 玩尼它是个体力活 尤其是自己做尼拉筋什么 它是非常疲惫的 铺垫了这么多 我就想说甲方爸爸又来嚼我了 还是之前按摩枕的那一个 这个甲方看我口齿凌厉 表达清晰 于是呢 决定跟我进行第二次合作 这次的颜值非常好看 是一个粉色的 长得跟个花生豆一样 小巧精致 清新可人 简直是说按摩仪界中的神仙姐姐 这个按摩仪很方便的一点是 它可以充电使用 你充完电之后 你想在哪用就可以把它带到哪 你在沙发上看剧啊 剪视频可以在沙发上使用 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呢 可以在床上使用 平常做家务的时候 也可以绑在腰上使用 都是非常方便的 它是有一个松紧带子的 这样看好搞笑 感觉自己好像猫和老鼠里面 那个女主人一样 像我平时剪视频的时候 我就会摊在沙发上剪 因为这边网络比较好 上传视频比较快 一般就是放在脖子后边啊 或者压在腰这个地方啊 或者放在腿部啊 是都可以的 放松放松肌肉 剪一剪视频 一边玩手机 一边保护颈椎 当代年轻人的养生秘籍 我个人觉得吧 是这样把它放在沙发上 你向后靠的时候 还有一个反作用力 这样按摩的话 会更到位一些 帕腾的小姑娘 可以调个一档啊二档啊 那种比较吃劲的壮汉呢 可以调个三档 它的力度会大一些 这个里面的按摩球 跟两对大核桃一样 力道是很足的 属于老师傅力气的那一种 它是有三档的力度可以调节 一般我是用二到三档 因为我身上有些肌肉比较紧张嘛 比较吃劲 就需要力度大一点的 这个按摩力道 就咱们平时打字呀 写字呀 或者说胳膊比较累呀 平常不怎么伸展胳膊的 可以用它来放松一下 胳膊的肌肉 缓解一下日常工作学习 给肌肉带来的疲劳和算痛感 然后就是经常穿高跟鞋 或者经常久战 需要劳苦奔波的姐妹们 可以放松一下小腿的肌肉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还能缓解这个疲劳 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热敷功能 你就是每个月那几天 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用它来热敷一下肚子 同时还能按摩一下 你像最近导晨寒 天气比较冷的话 还可以用它来暖手 暖脚 都是可以的 咱们就是说 按摩脚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脚丫子 它没有特殊的气味 不然你用它按摩完脚部 再去按摩脚部 就有一点奇怪 有一点奇怪 像我自己用下来呢 觉得性价比是挺高的 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学习 也挺累的 一定要好好犒劳一下子 生活给我们的苦 我们就从生活上找补回来 我们 试 秛 侦